星宇航空 受到不少旅客瞩目的星宇航空 即將在明年1月底開航 星宇航空終於晚間 搶線在臉書粉絲團曝光 今年10月將由星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 要親駕回台的首架A321沒有飛機 全期彩繪Logo塗裝 就讓小記者帶大家來鮮度微快吧 米白色機身 選用玫瑰金、鐵灰燙金 向原始大地致敬 基附有大大的星宇航空英文名標示 機尾更有北極性的圖示 照片一出讓不少網友驚呼 好高級的配色喔 終於有家台灣航空認真看待設計美學 謝謝,我們真的很認真 天啊,拜託一定要讓我搭上 與張董飛行的首航 不過也有人提出疑問 為何該架飛機的尾翼上 還有德國的國旗咧 星宇航空小編也趕緊跳出來解釋 是因為啊 該架飛機還在德國漢堡組裝 還沒出場 要大家再耐心等等 政黨絕對不能收買蘋果 但你可以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